歡迎來到浩龍夜夜秀 歡迎來到浩龍夜夜秀 你現在收看的是大小舞台 每一集我都會邀請我心上的表演者 上台表演 今天這一集他是一個劇場人 自有工作者 也是2022年台灣脫口秀的亞軍 那我們掌聲歡迎華絮 歡迎 嗨大家好我是亞軍華絮 我是個自由工作者 那自由工作者是什麼意思呢 解釋一下自由工作者其實就是沒工作的人 所以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台灣至少會多出兩組自由工作者 嗯 你知道我 我開始接案之後啊 就是我發現自由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每天都要仔細的觀察 感受 思考 生活周遭所有的人事物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身邊會出現好的兼職職缺 真的 一開始完全接不到案子 超級窮 有多窮 那個窮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反而用語言形容就是這樣 窮真的很痛苦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樣 夠痛苦了吧 對吧 窮超級痛苦 但是我跟各位說 只要你能夠撐過去 狀況就會改變 像我現在狀況就已經不一樣 我習慣了 很多事情久了就會習慣 就像我們台灣人對於貪污的政治一樣 每天都會有一些長輩跟你說 他貪污喔 沒關係啦 反正他會貪污啊 不然我問問你們 來誠實告訴我 如果今天你有機會 你會不會貪污 會的話給我一點掌聲 我喜歡大家的誠實 好誠實 我自己 因為還是要賺錢嘛 所以我有一個也是自由工作者的朋友 他就介紹給我一個蠻好的兼職職缺 就是 大家聽過藥物試驗嗎 那你們也是蠻衰的齁 就是藥物試驗是這樣 有些人不知道 解釋一下 藥物試驗就是 有一個製藥的廠商 他做了新的藥物 然後想要測試他安不安全 所以呢 就委託醫院去找人 來當實驗的白老鼠 我之前為了25000塊 我之前為了觀察感受思考人生 做了三次 非常徹底 我告訴你 做這個東西沒有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通過一些 跟護理師的問答 然後你還要通過體檢 那時候狀況是這樣 就護理師他跟我講 護理師就說 來 名字 呃...戴華旭 出生年月日 82919 有沒有抽菸 有 有沒有抽菸 有 有抽菸的話不能做測驗 這樣結果會不準 嗯 喔...好 那...對不起 等一下 所以有沒有抽菸 我當時想了一想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有 然後他跟我說 好 那我們開始做測驗吧 我到那一刻才知道 哇靠 原來財富的真相 就是謊言啊 真的真的 不然你看看這次 總統候選人的財產申報嘛 Johnny Walker咧 motherfuck 就是... 你知道我... 我其實 最近就是一直在想 因為 案子就是一直不來 案子永遠都是不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我就突然間發現啊 我在家裡面等案子來的時候 我開始會有幻聽 結果我一聽到手機發出... LINE Gmail FB 你好窮 真的是幻聽你知道 有一次我甚至聽到我的手機跟我講說 嘿 趙少康支持賴清德喔 然後我才發現 居然不是幻聽嗎 這麼像幻聽的東西居然不是幻聽 然後... 但不管我聽到了什麼東西 案子不來就是不來嘛 所以... 我就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時間多到讓我覺得很自由 自由到讓我覺得很... 焦慮 你知道... 我知道這是個奢侈的問題 因為我每次都會看到有觀眾的反應是這樣 蛤? 你知道那個反應 超像中國人聽到自由的反應 真的 他就... 好奢侈的煩惱啊 老鐵 但... 但我很想要讓大家知道 那個自由到很焦慮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互動 來 各位 你現在覺得自己自由的人 給我一點掌聲好不好 OK 有些中國人常來這裡 好 來 第二個問題 你覺得現在自己過得不自由的 給我一點掌聲 哇 這裡有些會歡呼的中國人很好 很好 我... 主要是想要跟各位講 那個自由的焦慮感覺是什麼 就是從剛才到現在 你都沒有鼓掌的人 你所感覺到的就是自由的焦慮 Yeah 你想一下 那感覺就是他在想說 欸 我自由嗎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啊你叫我鼓掌我就鼓掌 我不是很不自由 但是你說我不自由嗎 好像不是又好像是 那我到底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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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在想 有可能他只是手被打斷了 就是 八九六四 自由中國 喔 之類的 之類的 對吧 欸 我最後最後其實主要是要想要講說 就是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緣分的話 都可以來當當看自由工作者 對 不適合就不要做嘛對不對 但如果適合的話 如果適合的話 我叫華旭 希望我們之後有緣分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工作 一起創作 然後一起去做藥物試驗 但這一切 不只是為了錢 而是為了觀察 感受 思考 我們的人生 謝謝大家 我是華旭 掌聲謝謝華旭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幸福喔 腰子眼 還可以嗎 好 碰 青 成 兩萬粉 造口夜會絕子絕尊 沒有 金門了啦 換我現在驕傲的一七二對不對 八人 你們知道這些都是開玩笑的吧 不用假屌 耿甩我的老公 我這輩子都不會是黃浩平 我被我們解釋給你們聽 好可愛呀 他們的雙眼 馬上回來 還可以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